为了一个草原的奴才 竟打起架了 你丢人不丢人 儿臣之罪 夸骂 儿臣祈求 体三万精兵 脚拼戈尔丹 好了 又来了匹夫之勇 汪为王子 大阿哥印之英雄救美 一脚踢死了戈尔丹的部将 气得康熙破口大骂 你武功高强 能争善战 可为啥就是没脑子 朝廷眼下的国策 是北斧南角 要收复台湾 就必须安抚戈尔丹 你这么闹不是没事找事吗 明明三两句话就能摆平 非要搞出人命 去 道皇与前途 去好生看到杰亮 回来再跟朕说话 这 印之乖乖跑去面壁 一扭头 却发现太子一言不发 也跪在了一边 表示佩服大哥的勇气 甘愿一起受罚 康熙看到兄弟和睦的场面 顿时消了气 让老大把那位草原公主 安置在府里好好照顾 于是血气方刚的印之 顺理成章 喜欢上了宝日龙美 当晚就鼓足勇气去表白 可惜对方以家仇为报为由 直接拒绝了 就算要嫁人 他的目标也是康熙 不久后 到了太子印仁的授官之里 各国纷纷派出使者前来祝贺 而格尔丹也派出了使者 同时还带来两千蒙古勇士 直接驻扎在京城外 这可把康熙吓坏了 来就来吧 带兵干啥 得知对方入城后 啥都没干 反而大肆购买古玩玉器 康熙当即命令 严加解释 只要不闹事 咱就以礼相待 随后他又安排印之 以皇长子的身份接待额 日朝三国使劫 怎料这三位外国佬 还以为他就是太子 直接把带来的鹤鲤 统统奉上 印之见状了坏了 还想着把其中的夜明珠 送给保日龙眉 而他前脚刚走 三国使者就通过官员的介绍 明白自己搞错了身份 礼物算是白送了 明天还得准备一件 三人当场就急眼了 要把送出去的东西要回来 你为什么不遭说 皇长子不是皇太子 本官是下人 不敢多嘴 你不说谁知道 你们有这么多毛病 那礼品不是他的 我得要要回来 给了人的东西 你还能要回来 当然 给错了 就能要回来 印之美滋滋的刚要进门 就被通知要收回礼物 小伙气得直飙国粹 却只能忍辱返还 恰好这一幕 被老娘惠妃看到 嘴里巴巴个不停 让他永远牢记今天的耻辱 打听广众之下 被啪啪打脸 一个是皇长子 一个是皇太子 虽然一字之差 却是天壤之别 一个做主子 一个是当奴才 这是你的命 你要么就这么认命了 要么就跟命去争个高低 次日的太子受官礼上 康熙正是接待三国使者 那三样本一到手 又被讨回的礼物 在燕之面前绕过 送到了太子手里 无形打脸 最为致命 气得他不顾礼节 扭头就走 官场失忆的他 本想在白月光这里得到安慰 直接扑通贵道 表示不想当皇子了 要带宝日龙梅 回草原过二人世界 几句话 直接把女孩打猛了 老子还要报国仇家恨呢 没空陪你玩 得知杀害自己老爹的凶手 以格尔丹使者的身份 也来了京城 他直接抽刀架 在脖子上 威胁燕之带自己 去见皇上 保日龙梅 当着康熙的面 哭诉部落 被格尔丹屠杀的惨剧 请他给自己 三万铁骑报仇 康熙听后 无动一重 举着手里的书信 问他知不知道内容 不知道 你傅涵在临终前 把你献给了朕 让你做朕的妃子 皇上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给您做妃子 请皇上收下我吧 你应该找一个 更合适你 不 除了皇上 我谁都不爱 这一句话 算是把燕之又小的心灵 彻底积了个粉碎 原来只有做皇帝 才能得到一切想要的 完了完了完了 本都瞎了狗眼 丢了大人了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呦喂 这下要是碰死了 不好 王娘快来 你看 他想一头碰死呢 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回乡省金 路过总督府时 想见见怪菜姚启胜 怎料老头压根不认识他 谎称总督出差不在家 荣飞一看他的做派和样貌 就认出他就是姚启胜本人 但却装作不认识 任由副将带进客厅 副将越琢磨越不对劲 回来后立马提醒姚启胜 说上头传过消息 说荣飞最近要回乡探亲 八成这位就是 老头听后腾的坐起 急得原地团团转 这么着 我赶紧到码头去 你勇敢点继续装杀 不成大人 躲得了劲个 躲不了明个呀 即使他不再来 你还不得回败皇妃吗 姚启胜直呼倒了血霉了 这一幕 恰好被荣飞的闺女瞅见 直接喊出老娘看笑话 这下彻底装不下去了 老头只好硬着头皮 上前拜见 好在荣飞不是傻小心眼的人 只想知道 他为啥要骗自己 姚启胜无奈道出实情 自从道任福建以来 经常有朝廷大臣的家眷 亲属路过 每回的吃住花销 都得自己出钱 这么搞下去 实在扛不住 所以才想出来推辞的借口 荣飞也体谅他的难处 随后话锋一转 询问起沿海百姓 牵戒进海后 是否都播发了土地银两 土地丝毫不少 银两分离不差 罢了 娘娘在本地有亲人 瞒是瞒不过去了 土地还缺八百亩 银两差三万余啊 荣飞敢问 就说明他早就做过调查 锐利的木光钉的摇起胜 直发毛 只好一五一时说了实话 土地缺口近五千亩 银两缺口足足二十八万 原因并非自己贪污 而是总督府 本就穷的叮当响 朝廷拨下的银两土地 又被各级官吏层层苛扣 他想管 却有心无力 各级官吏 乃下官办事的手足 下官恨他们 可又离不开他们 荣飞表示 皇上早就下职 要在全国各地 招纳博学士子 福建这么大一个省 难道出不了一个清廉才子 听说 本省有个叫 李光帝的 一笔行书倒不错 姚大人哪 谁跟您说话 谁都生气 好了 告辞了 哎 娘娘 我请你吃茶 极品铁观音 姚总督 你身上一股汗臭味 熏死我了 荣飞探亲完毕后 准备回京 不料却在半路 被一个穷书生拦住去路 手举一封万民书 上面盖着一万民孤儿的小手印 这人正是摇起圣口中的李光帝 他声称 千界近海一年以来 海峡两岸越近越苦 越近越穷 田地荒芜 民不聊生 建议立刻取消千界近海 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荣飞听着大为感动 直接掏出身上二百两银子 让他暂解燃眉之急 回宫后又将万民书交给康熙 讲述了福建的所见所闻 朝廷的政令虽好 但是下头的官吏 仰奉阴为 千界丰海的百姓 有半数以上 既失去旧土 又没有得到新帖 那十两搬迁银子 真到了百姓手中的不足二两 摇起圣位和不管 老康呢 人家老头也不容易 既忙台物又忙政物 还要负责筹建水师 整军备战 他就是奥德曼 也顶不住 还是得靠手下官吏办事 康熙也筹得要死 眼下朝廷的重心 都放在收复台湾 和防备戈尔丹上 整肃贪腐的事 只能往后靠 他们偏偏往西 他们不是没干过水师吗 不 他们根本就不认我这个将军 摇起圣哄尸郎的方式 像极了爸爸哄儿子 老头脖子一伸 他们不认我认 你只管放心大大练兵 有老教花子给你做主 看谁敢不服 他拉着尸郎来到岸边 当着所有水军的面 大花师将军 是皇上的爱将 自己的学生 海战能力强的一批 老师让你干啥 你就必须干啥 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 也不能皱眉 有了摇起圣的这番话 众人彻底收起小心思 水师的训练 从这一刻 才算正是步入正轨 殊不知京城发生的一件事 却彻底改变了 康熙的对台政策 在太子印仁的受官礼上 格尔丹不但派出使团恭贺 而且还让两千蒙古勇士随行 就驻扎在京城之外 令索与人都没想到 他本人也假扮仆从 出现在朝会上 甚至一眼看上了 康熙的女儿 拦起格格 跟朕讲 这次格尔丹想找朕 要叫什么 臣奉格尔丹大汗令 请皇上将克尔克草原 封给格尔丹 并正式策令 格尔丹为东蒙古大汗 康熙一听 差点破防 这块草原 不早就被你们占了吗 我要是不疯 他格尔丹啃吐出来吗 使者解释说 对方先动的手 格老大不得已 才出兵剿灭 俺们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想和大清和睦相处 此话一出 康熙的怒火瞬间爆发 和睦相处 格尔丹把他自己 当作一国之君了 他是不是还惦记着 北京城曾经是元大都啊 康熙紧接着警告使者 蒙古所有部族 包括他准格尔 都必须遵守大清律法 称臣纳过 不得私自扩张领地 更不得理通外国 朕这里不光有封赏的恩旨 更有八十万铁骑 朕格代丹 话虽这么说 但为了暂时稳住格尔丹 他只能下旨 同意对方要求 直到使团离开后 康熙才得知 使者身后的蒲总 正是格尔丹本人 老大艳之当场请命 要带三千铁骑 兴也追杀 怎料康熙却白白手 这家伙既然敢亲自来 就必然留有后手 估计现在早有大军接应了 皇上 少他们说 他们把从京城买的 绫罗绸缎全烧毁了 把古玩玉器也给砸碎了 什么 此人身仓鸿铜大志 将来必成大清的祸害 当年铁木真 就是从这条古道 杀入北京的 不行 台湾的事就马上解决 不能再拖下去了